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VB的基本知识 并且使用VB实现简单的算法 第七单元 数据类型及表达式 由四个课时组成 在这四个课时中 我们将学习 VB程序设计基础 数据的基本类型 常量与变量 常用函数 运算符与表达式的内容 这节课 让我们先来学习 VB程序设计基础 为了让同学们拥有强健的体魄 学校安排学生 以小队为单位 每天进行体育锻炼 小雅和小达所在的小队 选择了跑步 作为锻炼项目 此时 小雅提出了一个问题 今天跑步跑了这么长的距离 如果能知道我消耗了 多少卡路里就好了 哪位同学想到了解决办法 老师 我想到一种计算跑步中 消耗卡路里的方法 只要输入体重和跑步距离 就能计算出卡路里数了 小达的分析可行 上节课上老师教我们 使用流程图的方法描述算法 根据小达的算法分析 我使用流程图将它描述出来了 小雅做得非常好 使用流程图描述算法简洁且直观 这节课上 我们教重点学习算法解决问题的后两个步骤 编写程序与调试运行 学习使用程序设计语言VB实现算法 今天的课分为两个环节 一 什么是VB 二 VB程序设计需要经历哪些过程 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有很多种 可视化的 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员Visual Basic 简称VB就是其中的一种 我们通过一个小程序来认识一下VB 这个小程序是由两部分构成的 图形用户界面部分和应用程序代码部分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图形用户界面部分 它是由窗体、标签、按钮等对象构成的 对象可以是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的事物 也可以是一些概念上的东西 例如 一个皮球就是一个对象 每个对象都有自己的状态 称之为属性 皮球的属性有 直径、重量、颜色等 24.6厘米、600克黄色 则称为属性的值 那么在VB中我们可以从哪里找到对象 并设置对象的属性呢?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VB的基本界面 最左侧的称为空间工具箱 中间是对象窗口与窗体 右侧从上往下 依次为工程资源管理器 属性窗口和窗体布局窗口 对象窗口中的窗体对象 是VB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对象 它就像一个容器 可以将VB中其他的对象存放其中 VB中其他的对象 也可以称之为空间 我们可以在左侧空间工具箱中 找到它们 如Label标签 Textbox文本框和Command Button按钮 我们在课上经常会用到这三类对象 接下来 同学们跟着老师的讲解 动手在窗体上添加对象 完成此程序的界面设计吧 通过双击空间工具箱中的图标 可以在窗体上生成一个相应的对象 或者单击图标 在窗体的合适位置 绘制出一个对象 将生成的对象 拖放到合适的位置 大家会发现 各个对象的初始属性值 不是我们所预想的效果 因此接下来我们要对这些对象的属性值进行设置 选中窗体对象 这时候属性窗口就显示为该窗体的属性 属性窗口中 分别可以看到该对象的名称及类型 属性名和属性的值 选中的属性和可以设置的属性值 以及选中属性的说明等内容 将Form1窗体的Capture属性值 设置为 今天你锻炼了吗 请同学们观察一下 窗体的标题栏上写出的文本 就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接着可以使用相同的方法 依次选中Label1标签和Command1按钮对象 在属性窗口中修改它们的属性值 同学们可以参考老师所给表格里的属性设置 也可以自己设置这两个对象的属性值 现在来动手练一练吧 完成了VB业务程序的界面设计 再来认识一下业务程序的代码部分吧 它由各种事件处理过程组成 首先 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事件 世界上的事物是相互影响的 外界经常要对某个对象实施某些操作 如 一个皮球会受到手的拍打 一个按钮会受到鼠标担机等操作 事件 就是能被对象识别的动作 如 鼠标的操作 键盘的操作等 都是常见的事件 在VB中 要描述一个事件 需要包含 对象名称 以及事件名称 在代码中 是以 X下滑线Y来表示 其中 X代表对象名称 Y代表事件名称 例如 按钮 Cmd-1 单击事件 可以表示为 Cmd-1 下滑线 Click 完整的事件处理过程格式 如下 以 Sub X 下滑线Y 代表过程的开始 括号内是可选参数 EndSub 代表过程的结束 例如 对按钮 Cmd-1 对象 进行单机操作的事件处理过程格式 可以这样表示 同学们 是不是觉得写一个事件处理过程语句 很麻烦 听老师介绍两种 快速添加事件处理过程语句的方法吧 第一种方法 双击窗体中的相应对象 代码窗口中 自动生成 对该对象进行单机操作的事件处理过程的开始和结束语句 第二种方法 在代码窗口的最上方 通过左侧的下拉框选择对象名称 右侧的下拉框选择 此对象可以添加的事件 这样 相应的事件处理过程的开始和结束语句 就被添加在代码窗口中了 接下来 请同学们在这个程序中添加代码 实现鼠标单击按钮 Label 标签显示 今天我跑步了 首先 同学们思考一下 程序中如何做到 在Label 标签中显示文字呢 小达 你来说说看吧 老师 我知道程序运行前 可以在属性窗口中改变Label对象的Caption属性 来达到显示文字的目的 但是程序运行中 是如何做到在Label中显示文字的呢 小达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在代码窗口中 通过书写VV代码 来改变Label对象的Caption属性值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在代码窗口中 使用对象名称点属性的格式 表示对象的属性 例如使用语句 Label 1.height等于500 表示将对象 Label 1的属性 height设置为500 使用语句 Command 1.capture等于 双引号 一起锻炼吧 表示将对象 Command 1的属性 capture设置为 一起锻炼吧 在这两句代码语句中 等于号 也称为复制号 作用 是将其右边的值 付给左边的对象属性 老师 我有个问题 为什么第一句语句中 500不用双引号 第二句语句中 一起锻炼吧 要用双引号呢 同学们需要注意 在代码中 如果要使用英文 或者中文 等一串字符 来修改对象的属性值 那么 在这串字符的两边 必须加上 英文状态 输入的双引号 接下来 请同学们 完成这个练习吧 小雅 你来说说看 你是怎样做的呢 好的老师 我在代码窗口的按钮 单击事件处理过程中 写入了Label1.caption 等于 今天我跑步了 小雅做得正确 知道什么是VB 了解VB应用程序 实用两部分构成 图形用户界面部分 和应用程序代码部分 接下来的环节 我们将进行 卡路里计算器 应用程序的界面设计 并且实现此程序的部分功能 同学们可以跟着老师 一起来了解 VB程序设计 需要经历的五个过程 第一步 新建应用程序工程 在桌面上双击VB6.0图标 或者 在开始菜单中选择 打开VB程序 在台出的新建工程 对话框中 选择标准EXE 单击打开按钮 进入VB6.0程序设计环境 在新建工程时 VB会自动创建一个 Form 1窗体 一个工程中 可以包含工程文件 窗体文件和其他文件 这些文件 都是由工程资源管理器 来进行管理 第二步 在对象窗口中 设计应用程序的界面 根据之前小雅设计的 跑步消耗卡路里算法 同学们思考一下 需要在程序界面上 放哪些对象 小雅你来回答吧 好的老师 算法中有两个输入框 在窗体上应该放两个 Taxbox文本框 分别输入体重和跑步距离 有一个输出框 可以用Label标签输出卡路里 老师 我觉得还需要放一个按钮 可以通过单击按钮事件 触发程序执行代码 小雅和小达讲得都很好 接下来 需要将这些对象的属性 进行设置 同学们可以参考老师 所给表格里的属性设置 也可以自己设置 这些对象的属性值 现在大家动手修改 程序界面上对象的属性吧 老师 我设计的界面是这样的 我有个疑问 如果同学在使用这个程序的时候 会不会不清楚 这两个输入框是输入体重和跑步距离 小雅 你的问题可以这样解决 在文本框前面 加上标签进行提示 这是我设计的程序界面 放上标签显示的提示语后 是不是感觉界面友好多了 我还设计放上一个重置按钮 可以在计算下组数据之前 将两个文本框中 原有的文本内容 和显示结果的标签文本 进行清除 小达的界面设计得非常好 同学们 你们是不是还有更好的设计呢 界面设计完 我们开始第三步 在代码窗口中设计应用程序的事件处理过程 我们今天在小达的界面设计基础上 完成重置按钮的事件处理过程 其他对象的事件处理过程 我们将留到后面的课中继续完成 通过双击窗体中的Command-2按钮对象 打开代码窗口 并自动生成按钮单击事件处理过程的开始和结束语句 同学们请思考一下 如何编写代码 可以实现重置效果呢 同学们观察一下这三行语句 只要将显示对象文本内容的属性值 用一对英文字符的双引号表示 这样就能将原有的数据进行清除 请大家将这三行语句输入在代码窗口中吧 完成了代码部分的设计 接下来需要对编写的代码进行运行调试 查看是否能够得到正确的结果 在运行菜单下 找到启动按钮 或者在标准工具栏中 直接点击启动按钮 都可以让程序运行 在程序的运行界面中 我们在文本框中输入体重65 跑步距离2 单击重置按钮后 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请同学们一起来试一试吧 老师 我在输入代码的过程中 每行代码都显示为红色 而且提示编译错误无效字符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小雅 因为你输入的是中文的双引号 所以显示为无效字符 在这里老师要提醒大家 迷并代码中的符号 都应该在英文状态下输入 小雅 请你将错误改正之后 在运行程序查看结果吧 当程序能够顺利执行 并得到正确结果 最后一步操作便是保存工程 一个工程中有多个文件 因此 需要建立一个文件夹 将该工程中所有的文件 都保存在这个文件夹中 选择文件菜单中的保存工程命令 或者在标准工具栏中 点击保存工程按钮 在弹出的保存对话框中 选择保存路径为桌面 在桌面上建立一个卡路里计算器文件夹 点击进入文件夹 首先保存创体文件 文件名改名为卡路里计算器 单击保存按钮 接着保存工程文件 同样将文件名改名为卡路里计算器 单击保存按钮 这样就完成了文件的保存 保存完成后 卡路里计算器文件夹里 会称成若干个文件 同学们观察一下你的文件夹 是不是和老师的一样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学习内容 今天的课上 同学们认识了可视化的 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VB 知道了VB中的对象 对象的属性 事件 事件处理过程的基本知识 并且通过卡路里计算器的例子 大家了解了 在VB中进行程序设计 需要经历五个过程 老师发现有同学在程序运行界面 输入了已经为单位的体重数据 也有同学输入 以米为单位的跑步距离 这些都不符合算法的设计 请同学们思考一下 若限定输入体重以公斤为单位 跑步距离以千米为单位 那么程序界面需要如何进行改进呢 今天的课 我们学习了VB的基本知识 同学们第一次接触VB 是不是觉得新奇但又陌生呢 希望同学们能够多动手实践 探索VB中的各种对象 了解他们的属性及事件 可以尝试自己动手编写代码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